南部地區也傳出了災情 像是台南的龜仁棒球場 周邊的微網柱子被吹倒 在附近的民宅當中 而高雄室內有鐵皮的屋頂被掀翻 甚至好路旁的機車被強風吹起的帆布 給台島的半空中 啊 爸爸 啊 他的車就這樣壞了 倒在路旁的機車被強風吹到半空中 再重重落地 掉在斑馬線上 幸好當時沒有行人經過 朱迪勒帶來強風 高雄最大陣風高達11級 等紅綠燈的機車騎士 連要支撐都很辛苦 路數有的倒塌 壓壞停在底下的車輛 有的被吹得搖搖晃晃 讓人看得出目驚心 尼亞區一間沒有人住的鐵皮屋 屋頂被強風掀翻 路口還有電線掉下來 有民眾特地綁上送膠帶 提醒經過車輛多多留意 期間渡輪碼頭 連鎖咖啡店的招牌搖搖晃晃 早就被狂風吹壞 不過西子灣卻有觀光客 不顧安全將車子逆向 停在馬路中間關浪 檀能孔廟的百年老榮樹 也不敵颱風威力 讓府城的老樹再少一株 歸人棒球場 將近20公尺的圍網柱子 倒了18根 柱子横倒在旁邊的民宅前面 讓屋主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如果我們看監視器是2.35 然後我就給我 停一下就很大聲 我們就精神了 就起來 在外面的時候就要整個崩下去 以前風車不太大 全部不太大 不然就這樣崩下去 隔壁那邊煮給 那一隻都踩到他們的車口 這罐 這位雨桿太多了 屏東小琉球 港口也掀起十幾公尺的巨浪 南部地區接連傳出不少災情 也讓人感受到蘇敵勒颱風的驚人威力 綠電TV綜合報導 不然武功 這碗飛手 太大小了 跟 Heavenly